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靠在那屋檐下的柱子边 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蹊迹 她双目最后注视的前方 仍是一片浓浓的夜色 第二天 当娄叔婉一路赶到姑松义时 整个人已经摇摇晃晃 头发凌乱地不成样子 见到于玉林 她冲过来 给了她一个耳光 静王田时的死去 即将给整个中原带来巨大的冲击 二十三日夜 女真大营 完颜吸引在帐篷中就着暖黄的灯火浮暗梳洗 处理着每天的工作 忽然风吹过来 自帐篷外进来的探子确认了甜食的死讯 帐外的天地里 白矮矮的积雪仍未有丝毫消融的痕迹 在不知何处的遥远地方 却仿佛有巨大的冰山崩解的声音 正引颈传来 天色阴沉 正月底 积雪遍地 吹过城池间的风正变得森冷 盖州春平仓 高耸的外墙上截着冰棱 犹如一座森严的堡垒 仓库外围挂着丧室的白鳞 巡视的士兵手持红鹰长枪 自墙头走过 仓库外的侧道上 有一对士兵骑马而回 为首的是守卫春平仓的将领 贵城 他骑在马上 心神不宁 快接近仓库大门时 只听轰隆隆的声响传来 附近防射间冰冷落下 摔碎在道路上 春铁已经到了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最常见的情景 道德大门前 正要令里头士兵放下大门 上头的士兵互有警觉指向前方 大道的那头有人引过来了 先是骑队 而后是步兵 将宽敞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回首的将领面色温和 首先掏出了令牌 隔世卫城卫将军 长宁军观松 奉安大人之名 协防纯平仓 长宁军 卫城阴沉了脸色 长宁军如何能管 纯平仓的事 我只听方大人的调令 战士当以军令为主 纯平仓乃军主机要之地 如今有金国奸细于暗中破坏 本将特奉命前来协防 此时安将军已与方穷 方大人打过招呼 方大人一一点头 你不信 可以去问 若无定于 行事危急 本将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磨蹭 速开大门 横宫一闪 马上的将领已经抽出钢刀 随后是一排排骑士的长刀出鞘 后方枪阵如铃 指向了魏城这一队的人马 春平仓中的士兵已经走动起来 寒风乌咽着吹过了盖州的天空 魏城望着那刀锋 后方墙头的士兵闻起了弓箭 然而在这压来的军阵面前仍旧显得单薄 他的身色在刀锋前变换不定 过了一阵子 伸手拔刀指向了前方 盖州乃是后方 春平仓又在城中 晋王刚去 你想造反 寒风对峙 长街之上杀气弥漫 正月二十一会盟 二十二 晋王田石身死 消息在其后传遍了禁地 死后数日的时间 黄河北岸气愤肃杀 局势混乱 水面之下的暗涌 已经激烈到了按压不住的程度 大大小小的官员 势力 都在坠坠不安中做出各自的选择 交城 眼看要下雨 林宗吴副手立在岩下 巨大的身影 犹如一尊神佛 给了不远处喝茶的老人 以巨大的压迫感 天师去后人心不定 最近在本座这里来往的人各怀鬼胎 有像拉拢本座的 有像依附本座的 还有劝本座投降经过的 昌长老 本座心里最近憋了一把火 你让本座去为胜 打的是什么主意 绝无坏心 绝无坏心啊教主 坊间里那长性老者 挥手努力澄清自己的意图 您想想啊教主 正月二十一 禁帝各方义军会盟 正月二十二 锦王便死在了女真人的手中 回省城 只有娄叔晚一个女人作战 他心狠手辣 目光却浅薄 于玉林手上虽然有军队 但也阵不住各方势力的 禁帝又乱了呀 老人拱了拱手 我长家在禁帝经营多年 也想自保啊教主 禁帝一乱 省灵涂炭 我家又如何能够例外 若今禁王已去 接下来必须得有人揭下这个盘子 不提禁王一系 如今是个女人当家 根本没有能够服众之人 而王具云徽夏当初 虽然号称百万 但他却是个外人 而且那百万乞丐 也已经被打散打垮 黑其军事有些名望 各区区万人 如何能稳住禁帝的局面 几青雷等一众大盗 手上血迹斑斑 不过是个会蒙的天头 若今抗金无望 恐怕还要捞一笔赶紧走 死来想去 唯有教主 唯有大光明教数百万教主 无论武艺名上都可服众 教主不去威赦 恐怕威赦就要乱起来了呀 哼 威赦乱起来 我再去参上一手 岂不更乱 林宗武冷哼一声 老长啊 女真人要来了 你要求自保 她不是当了汉奸吧 教主 绝无可能 绝无可能 长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您这话传出去 我长家在禁地 还不被人戳着几两骨骂呀 老人说着 着急地跪在地上 劝说起来 教主 您怀疑我很正常 可是 无论如何 威赦的局面 总得有人收拾啊 这样 您若无心那个位置 至少去一档威赦 只要您露面 大伙就有了主心骨啊 林宗武回头看着他 过了片刻 不管你是打了什么主意 才过来巧言吝啬 我今日不想追究 但是长长老 你全家都在这里 我有朝一日 我知道 你今日是为女真人而来 到时候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让你全家鸡犬不留 他一字一顿 说完这段话 跪在地上的老人身躯一阵 随后没有再行辩驳 林宗武道 你去吧 长长老我没别的意思 你不用太放到心里去 那老人起声告辞 最后还是有些迟疑 教主 您什么时候 滚 林宗武的声音如雷鸣 咬牙切齿地说道 本座的决定容得你来插嘴 此言一出 老人落荒而逃 林宗武背负双手站在那儿 不一会儿 王南陀进来 看见林宗武的人色 前所未有的复杂 要下雨了 他低声地就说了这一句 不久之后 下起小雨来 寒冷湿了 巨大的船正在缓缓地下沉 河顺渐渐入夜 不大的城池当中 混乱的气氛正在蔓延 沉重的响声 随着铁锤的击打 有节奏地在响 燃烧着熊熊火焰的院子里 百炼的钢刀正在一把把地成形 史俊赤搏着身躯 看着前方的刀劈上不断飞溅出来的火花 他与其他几名铁匠一般 埋首于身前钢刀成形的过程当中 小谷的义军以他的号召为中心 暂时地聚集在这里 跟随在史俊身边的义军副手之一 名叫李洪姑 是跟随史俊自赤丰山上出来的同伴了 此时他正在外头将这一支义军的百多人聚集起来 进入这打造着铁器的院子里 史俊坐在一棚用毛巾擦拭着身上的汗珠 短暂地休息了一会儿 他虎背熊腰身上伤疤无数 冷漠的目光望着火焰中出神的样子 带着铁血的气息 龙王 人已经集合了 哦 史俊眼中的光芒变得柔和了些 抬起头来 有人要离开的吗 大伙只问 龙王你想去哪儿 我想好了 史俊说着 顿了一顿随后道 我们取卫生 女人点了点头 微微皱眉 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龙王不是说 不愿意再靠近那种地方 赤丰山之乱后 尤其是临终死后 使尽不愿意再参与到大规模的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去 对于静王的权力核心威胜也有着许多的避讳 当然他对于旁人借他的名气做些好事确实并不在意 焚羊会蒙时 他手下虽只有百多人 但名声在外 田石方面还特意邀请了他 他虽然没去 却也派了一人做代表全力支持此事 如今天石刚死 静王势力上群龙无首 威胜局势最为敏感 李鸿姑不明白 使尽为何忽然改变了主意 这才问了一句 只见使尽站起来 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去救人 救人 嗯 静王为抗金而死 如今居士危待 跟随在他身边的人 接下来恐怕也将遭到清算 于将军还有那位女相楼淑婉 他们一直跟随在田石身边 此时处境恐怕已经相当危急 火光之中使俊披上了衣服 拿起了那根铁棒 静王为抗金而死 我等无以为报 而他麾下这些忠臣 不敢再为此造上恶远 我虽不善于军务与人情 但总还有一条性命可以豁出去 若威胜局面不堪 卸助大乱 我豁出命去 至少要保护他们周全 我想若是周老英雄如今还活着 也会做出一样的事 龙王的身影离开了打铁的院子 在光芒中忽明呼喊 他在外头聚集的百余名汉子面前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并且给予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没有人选择离开 这天夜里一行人离开了河顺 踏上了赶往威胜的路途 火把的光芒在夜色中的大地上晃动 此后几日 又陆续有人因为巴比龙王这个名字 聚集往威胜而来 犹如残留的星星之火 在黑夜中发出自己的光芒 威胜 黑云压城 成欲催 天极宫占地广阔 然而去年为了打仗 天使亲征之后 娄叔婉便大刀阔斧地 裁显了宫中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此时诺大的宫廷显得空旷而森冷 回到威胜之后 娄叔婉首先杀死了田使的父亲 田彪 随后在天极宫中选择了一个无用的偏殿办公 从去年返京开始 这座宫殿中杀了太多的人 流了太多的血 有时候从房门中望出去 会觉得这诺大的殿堂犹如鬼域 无数的孤魂野鬼在外头游荡索命 整个局面正在滑翔深渊 如果是田虎时代后期的娄叔婉 她的权力建立在一个体系内共同的利益基础上 当田虎闹出了要杀了她 在华夏军的暗中活动下 于玉林的军力保证下 配合整个体系内庞大的利益链 娄叔婉完成了反杀田虎的壮举 顺便推送田使上台 急助田使 于玉林的搭台 娄叔婉推动了抗金 然而也是抗金的举动 打垮了晋王体系中这个原本是共同体的利益链 田使的振作提升了她对军队的掌控 然后这一掌控随着田使的死而失落 如今娄叔婉的手上已经不存在足够分量的利益和底牌 她能依靠的就仅仅是一些决意抗金的勇烈之士 以及于玉林手中所掌握的禁系军队了 然而即便是决意抗金之人 其中有许多其实也是不介意娄叔婉倒台的 于是从孤松义分开之后 于玉林开始调动手下军队 抢夺各处的物资 游说威慑各方势力 保证能够抓在手上的基本盘 娄叔婉回到威慑 以决然的态度杀进了天际宫 她固然不能以这样的姿态统治静息力量太久 然而往日里的决绝和疯狂仍旧能够震慑住一部分的人 至少看见娄叔婉摆出的姿态 有理智的人就能够明白 即便她不能杀光挡在前方的所有人 至少第一个挡在她前方的势力 会被这疯狂的女人生吞活泼 女真的势力也早已在禁忌内部活动起来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坠续》 第886集 变幻风云几卷 乱世气 青蓝 雪仍烟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舞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与说 《愚言》 注写 《愚言》 低缺唯 靠奇 仍在 柄 沙汉 冰心 事破长夜点 苍